食物球衛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如果未来两星期疫情发展较上星期五 大年初四才有望逐步放宽防疫限制 他又说经过这波疫情 相信货机机组人员日后抵抗之后 都要检疫一段时间 政府因应疫情还未受控 延长防疫措施多两个星期 去到大年初三 食物球衛生局局长陈兆史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话 不考虑只是收紧多一个星期再检视 是不想市民再失望 而以往措施密集收收放放 复长的时间更加久 加上要与内地免检疫通关 所以有今次的决定 政府日前说 除非疫情明显逆转 做到疫苗气派的厨所 年初四开始 可以获逐步放宽限制 那怎样定义呢 陈兆史就说 是由病毒即时繁殖率等 多个因素去判断 就算放宽 营业时间等等 都不会即时回复到收紧钱 整体的原则 都一定要比现在好 因为现在 未完全受控 都是一个逐步放宽的 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 所以我们都会平衡风险 明白到食肆 大家都很期盼 可以例如开晚上的堂食 这个都会首要 还有我们也有和他们 大家开始了去探讨 怎样去做疫苗气泡 他说 期望年初四的时候 能够推出检查针卡的手机应用程式 给业界用 正研究显示的资料 要不要包括接种者的样貌等等 他强调就算下个月尾 疫苗气泡全面扩展 不代表疫情爆发的时候 酒吧等等的表列厨所 不用闪门 要视乎整体大环境是否有需要 这波的疫情爆发 是源于政府豁免 国泰货机机组人员抵港之后的检疫 又有人员不遵守 首几天留在家的公司规定 陈兆祥相信为了确保风险可控 这些人员日后都要检疫一段时间 至于多少天就视乎情况 我相信这个都是基本的 都是为了保障大家 我想全社会的安全 当然也明白 需要有市民的所要用的货品 和整体经济生活所需的一个平衡 但是一段检疫的时间 这个都是必须的 第五波疫情下 检测一度要大排长龙 检疫中心的安排也有混乱 陈兆祥说 今来人的措施收紧得很快 据挑战性已经不断改善 《无线电视》记者陈介人报道